文化APP 书店的老板 他开书店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赔钱的准备 果真如此 这位老板的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呢 他就是台中独立书店 罗布森咖啡书重房的负责人 被这个媒体称为 书店傻瓜的汪世旭汪先生 汪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汪世旭 是 汪先生这家书店是注定赔钱的书店吗 原则上应该是 我们经营到今天 也已经满快11个月了 是 我们是去年的7月27号开幕 所以我们每个月会看报表 每个月的报表都是买拉斯的 我们到目前已经赔了200多万了 哇 当然是从 赔那么多 但最久是我们开幕的时候 办了两场音乐会 所以花了一些钱 但是一个月大概也都赔 十几万到二十万了 对对对 如果是这样 当初您为什么想不计成本的开这家赔钱的书店呢 应该是为了圆梦 怎么说呢 因为我当兵前我在金门 我在金门服役 是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所以也因为这样 就是 因为在金门那时候非常喜欢看书 退委之后 就纯粹只想找书店的工作 也因为这样 在书店待了一年多 因为一年多薪水非常少 可能也因为要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所以最后就决定再去一般的公司上班 但是因为在书店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影响我非常深远 所以我离开书店的时候告诉我 告诉了我自己 我希望能够在四十五岁之前 开一家书店 但是这个目标虽然是落后的 但是我 我今年已经是四十七岁 要四十八岁了 所以 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开书店 所以我在去年 实践了这样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蛮幸福的 不过您 这个我看您的背景资料 打点了一下 您最早是做污水处理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在做 现在目前也是在从事升降仪的工作 是 没错 是 这个跟这个出版业跟文化业 事实上都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嘛 对不对 讲起来没有一点关系 那您刚刚提到说 您曾经在那边 就是说出版社待过 我曾经在书店待过 书店是不是 对对 因为曾经在二十几年前 开装了一家小的书店 待过一年多 是 在那一年多里面 改变了我蛮大的人生观 能提这一段吗 这一段就是因为 因为在书店 就是看书不用钱 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是 所以可以借书回去看 尤其书店的文化里面 非常的沉浸 所以我们也看到 各社各样的人到书店 来喜欢看书 所以自己也慢慢被感动到 所以也因为这样 但是因为为了生活 所以也必须要离开书店 但是只是离开的时候 剥下了这样的一个种子 告诉自己 希望能够开一家书店 在未来 在人生的中疗里面 所以我在47岁的时候 去年开了一家书店 大概是这样子 您说那一年 对你影响很大 对 是有什么样东西 触动了你那样的想法吗 所以很大就是因为 每天都 曾经在书 书里面 是 看书 但丰富了自己 也 也 比较宽广的 看到这个世界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 因为那时候还算年轻 是 所以 其实说很成熟 也未必 不过就是 就是一股热情 一个心就非常欢喜 只是因为这样 但是为了生活 所以 也没办法 所以离开书店 只是说离开的时候 告诉了自己 设定了说 希望在45岁的时候 因为在45岁 这个年纪 应该有点经济能力 还希望能够来圆梦 但我这圆梦也慢了两年 对对对 您太客气了 真的可以拿出这么多钱来 来开一个书店的 不太容易 45岁的话 那不过我一定要问一下 就是说 您刚有提到 就是说 有做生意出身 对不对 没错 OK好 所以您非常了解 这个目前的状况 如果要开一家书店获利的话 根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应该是 你有做过评估吗 对不对 做过详细的评估 你要说评估的状况是怎么样吗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书店要获利 我来看是为乎其为 因为现在书大概部分 看书的人不多 有看的不是跟 大型的书店 连锁书店买 大概就是跟博客来买的 没错 所以大概要经营书店 网路书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当时的评估就是说 我拜访一些独立书店的业者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 非常有趣 我去拜访一个书店的业者 坐下来跟他聊了三个小时 他那三个小时都在劝退我 劝退我不要开书店 因为他说 他说这不可思议 因为他自己在里面 十几年来很苦 他曾经告诉我说 他认为有一些非常好的书 他还卖不出去 他甚至把整个书 书架全部都弄翻掉了 最后还是乖乖的去把它捡起来 就是证明说书店非常困难 另外又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结婚的人不适合开书店 因为一人保全家保 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人 他没有结婚 所以他一个人他在开书店 他说像他一个人开书店就没有问题 他说你若是有结婚的人 就不适合开书店 但这些话都代表着 书店是非常困难经营的 非常不容易 甚至一个朋友 因为我去办法很多书店的业者 他真的有朋友告诉我 你开书店就像要做功德 他说你如果要做功德 直接捐钱就好了 干嘛那么辛苦呢 是 这都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但我们评估最后的结果 当然是还是不会赚钱 这个过程都没有麻烦你吓跑 没有 因为我觉得能够 能够圆梦实在是 能够实践这样的梦想 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过这个真是圆梦无价 不过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下 就跟您刚刚提到说 您那些书店的朋友有跟你讲 一个人保就全家保 最好是一个人 就是结了婚之后 千万不要开书店 好我现在问你 您这不计成本的开书店 家人跟朋友怎么看 疯了 疯了 他们认为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执着 但是家人最后慢慢得到他们的支持 就是跟他们沟通 就是包括公司的同事 其实一开始都不是非常赞成 因为他们大家都了解 书店是非常艰困的一个产业 都以产业来看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是很赞成 但是因为我还是觉得 因为我们毕竟是靠自己 所以总是在圆梦 希望大家也尽可能来支持这样的事情 最后当然是沟通也无碍了 大家也都非常欢心的 接受这样的一个 我们要开书店的事实 最亲密的另外一半呢 也没有问题 真的吗 你没有说服他很久吗 也没有太久 因为他也太太了解 我这样的个性 所以他也 其实最后也是非常支持 所以获得家人跟朋友的支持之下 这个书店就开出来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或者这个以后的日子不晓得怎么过 没有地方可以寻求慰藉 对 不敢回家 每个都撇钱怎么回家 不过我一定要讲一下 您开这家书店 其实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书店 不是一样吗 您是从无到有对不对 对没错 我是从买地开始到整个建税完成 所以这跟我们一般说 去外面租个书店 这个找这个路段 完全是不一样的想法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对那好吧 开书店是您的梦想 这个我没有任何意见 开书店不好赚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您更奇怪了 您找了一个 一个鸟都不愿意生蛋的地方 去开一个书店 那就让人家觉得 你根本就没有想要赚钱吗 是不是 说真的 不是不想赚 是想赚也赚不到 就是说现实面 真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想赚钱 也 我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我知道我赚不到 所以我就很认真地告诉自己 我就是一定要开 而且我一定要开满四年 对对对 你怎么 你怎么那个时候 怎么会说 要从这个买地开始做起呢 因为我们买了 因为买这块地的用处 当然是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圆自己心中那个梦想 那个想望 把你原来想要盖的那个书店的样子 能够把它盖起来 如果我去买现有的建筑物 或是说我去承租 其实都很困 尤其是承租 承租有可能黄东 也许会要回去 是 所以我们当然是用买自己的买地 来盖 包括这个装潢 我们就从一开始就投入 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 当然也碰到非常多的困难 这样的困难其实应该都还好 只是我碰到最大的困难 跟大家分享就是 盖书店过程也是很困难 但是真正的困难是我要开幕 我没有书可以卖 因为没有人要卖我书 因为我那个地方请书报社 出版社去看了之后 他们都不卖我书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太偏僻了 书店根本在市区的书店都很难经营的 怎么可能这么偏僻的地方可以卖书呢 他们都不相信 其实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开幕的时候 我是没有书可以卖的 到开幕的前三天 再拜托一个书店的好朋友 帮我当保证人 他们保证我这家书店会开十年 而且一定会很认真的去经营 他才愿意把书卖给我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过程 其实我没有去挂爱这些书商 因为毕竟现实的考量 真正的状况是现实的考量是 我那个地方的确是非常困难 因为很偏僻嘛 也不会有公车经过 旁边也没有太多的住户 所以不太有人会去买书 这倒是真的 所以我能够理解 只是我碰到这样的困难 我也是蛮压抑的 你前三天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有没有被吓到 有真的被吓到 因为你毕竟要开幕了 结果我们找了有十家 那十家的书商 他们都去看看完之后 没有人要买给你 所以我现在的书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本来 我们书的折扣成本 本来就比市区还高了 不止这样子 一开始他愿意把书送给我 但是他要求退书的成本 是我自己要负担 但是到三个月之后又改变了 不管是进书跟退书 都我自己要负责 等于是进书的货运成本 跟退书的货运成本 都是我自己要负担 这一般书店不可能这样 都是进退书都是 出版社跟书报社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书店 要承担这些成本 所以我书店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我的进退书 现在都是我的成本 这很不可思议 所以现在在咬牙吗 不会 已经看开了 看开了 我先替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这家书店是位在哪里 因为你这样讲好像 它到底多偏远 它是位在草屯 乌日跟芬圆的相间 应该是这样说 我跟你讲 如果你对中部不熟 你还不知道芬圆在哪里 你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 好那芳圆呢 近这个多少公里内 是没有任何商家的 最近的这个机关学校是 西伟国小 然后全校有多少个学生呢 告诉你 只有33个学生 所以呢 您说这个地方 能够开书店 是不是真的在做功德 是不是真是一个书店 傻瓜做的事情 所以您就可以知道了 好啦 不管怎么样 这个头洗下去了 对不对 您那时候 有没有这个梦想里面 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书店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您一定要有一块地 盖起来是 是像你想象中的那样的书店 对不对 所以您对书店的这个想法 不是只是经营而已 是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蓝图在那边 有有有 是 其实这个蓝图 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在书店服务过 所以就比较有概念 是 那这个概念就会比较知道说 应该怎么样去进一家书店 所以如果说想要打造一家什么样的书店 是因为我从以前就告诉自己 就是说 这家书店可以 格局可以很小 但是一定要很有特色 大概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影响了我 就是因为我以前我书店的老板 他对店里面的音乐 也非常的执着 是 比如他一定他就放歌剧 他放日本的音乐 他就只放这两个 所以影响我很 所以我现在我店里面的音乐 我们是放台湾民谣 所以其他音乐都不放 只放台湾民谣 这个都影响了我 所以我对店里面的音乐 像我们现在店里面的台湾民谣 每一首都是我自己挑的 而且都是纯音乐 对对对对 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 这是你想要把它这个树立起来的一个特色 对不对 而且我看那个简介的时候 您这个书店还很特别 一定要脱了鞋子才能进去 为什么呢 那时候为什么你想营造什么样的氛围 因为我们想让 因为书店是一个干净跟临近的地方 所以我们进去我们的店里面 是要脱鞋子的 是 就是你要把鞋子放在外面 我们要准备我们的书虫袜 新的袜子可以 你也可以穿新的袜子 或是你不用穿也可以直接进去 但是就是一定要把鞋子脱在外面 最主要的想法就是 因为希望里面是非常临近 非常干净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也是这个店比较特殊的地方 脱鞋子进去 其实脱鞋子就会变得很轻松 对不对 对对对 希望大家都很轻松来享受 这个店的一个幸福 除了这两个您刚刚提到的音乐 还有脱鞋子之外 您想把这个书店营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希望这个店是希望大家能够 就像我刚刚讲的幸福 其实应该说 有人问我说 你开书店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看一点书 其实我不敢这样想 因为毕竟看书是长期去培养 也不是因为你一家书店就能够让大家多看一点书 这我不敢完全这样想 但基本上的想法就是你来这个书店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店主人帮你跳的书 让你感受到这个店里面的幸福 比如喝一杯咖啡或是喝一杯茶 感受到加上这个店的氛围的环境 能够让你真的从内心里面感受到幸福 这当然是我的想法啦 这个就像您的这个书店的名称一样对不对 罗布森对不对 要帮我们介绍他是藏语对不对 对没错 罗布森是我的英文名字 但是他是从藏语翻译过来的 在藏语里面罗布森这三个字 它代表着吉祥平安喜乐 所以我就把这三个字当作我的公司名字 所以我三个公司都是用罗布森 所以您的书店也想营造成这样的气氛 对对对 我们希望这个店是祥和是喜乐的 是欢欣的 所以不管你要不要看书啦 走进了那个书店 都希望您可以有这个氛围 对不对 OK好 不过开始经营之后啦 您的经营之前已经碰到困难了 经营之后的困难呢 要不要分享一下 整个状况有没有像您当初评估的那样 或者超出你的想象呢 应该是说其实是超出想象啦 就是说经营的困难其实是在一股当中 所以这一点倒还好 那超出的想象就是支持的人很多 这一点倒是超出我的想象 目前是买那时是每个月赔钱 其实这个已经这个数字对我来讲是OK的 因为本来就在一股里面的 只是今年第一年比一股的还超出了一些 真正超出想象就是支持的人很多 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设定 我们都想说我们这边的客人 大概就是在台中地区来的 从台中到我的书店 大概要在台中市区 大概要花40分钟的时间 甚至到50分钟 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客人 都是专程从台北来的 从高雄 从新竹 从嘉义 从台南 就很感动 有的客人 比如我开幕不到两个多月 他跟我说他已经来了十次了 两个多月来了十次 你就知道那种支持的力量 你会非常感动 你会感动到快要掉眼泪 因为他很支持你 他知道我们都很辛苦 但是他就是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 表达对这个店的支持 所以他那位来了十次的客人 是住哪里呢 他是住台中 OK 不过不管是从哪里来 要到您那边 都还蛮遥远的对不对 今天早上我刚好也有到书店去 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客人 专程从台北 搭车下来 专程 没有为了低电 只为了来这家书店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可以让你有一些动力 还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动力 其实客人的支持的力量 让我们走的会蛮开心的 虽然辛苦 但是会很开心 会很欢喜 您刚刚讲就是说 这个十年不关 其实您那个时候 这个准备开店的时候 就已经提拨了一笔钱 对不对 对 譬如说您那个买地建这个书店的时候 那时候成本是花了多少钱 我们总计包括装潢 包括买地 包括建筑 大概投资了2000多万 将近3000万 是 对 但是开书店还是得继续赔 十年不关 开书店的确是要继续赔 是 因为真心话是很难 但说实在话就是 不只是书店 书里面有三个产业 一个是书 书店 书店的上头的就是书商 书商就是所谓的书报社 书报社的上头就是出版社 所以出版社跟书报社跟书店 这三个产业里面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他们虽然说成本都挂在我这边 我还是蛮欣然接受的 毕竟我们的店是在很偏僻的乡间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整个产业都很辛苦 希望大家如果尽可能跟 不管是独立书店或是跟联手书店 跟实体书店买书 如果大家减少跟 减少在网路上买书 我觉得独立书店会 比较有空间 走起来会不会那么辛苦 所以希望动动脚 不要动动手指 大家真的去体验翻书本的那种 真的 味道 能够那个书的味道能够感动你 不过您刚提到 就是反正十年不关 所以您大概准备了 我看那个资料是说您准备了一千万 对不对 每年预估赔一百万 对 所以十年不要关门 对不对 没说我们其实是这样 就是一年 我的店长 是 就是我的伙伴 他跟我一起共事快二十年的 是 他最大的目标是一年帮我赚一块钱 十年 十年赚一个铜板 如果十年能够赚十块钱 代表我赚了一千万 但现实的状况里面 第一年看起来很困难 而且超出我们原来的预估了 您刚刚说 现在已经赔了两百多万嘛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看您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讲说最惨的一天的客人 只有两位 对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 那一天刚好我到南部去出差 回到书店 下午的五点钟 我就问伙伴说 我们今天怎么样还好吗 他说有 就那两个客人 当然就那两个客人 结果整天下来 因为我们营业时间到晚上七点钟 我要离开的时候是六点 我五点去嘛 大概一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是六点 就隔天看报表 的确那天 就是昨天那一帮天 昨天只有两个客人 消费了三百多块钱 付电汇都不够 所以现在每天平均卖出几本书呢 现在一天平均 可能这个月我们看起来稍微多一点 一天不到五本书 一天不到五本书 对对对 以前的数字是更低 然后不到三本 对对对 我必须要讲了 就是说您自己本身做生意出来嘛 是 所以你有想过就是说 可以改善这个书店的这样的经营的模式 或者是让它可以 怎么讲 这个转亏为盈的这个方式吗 转亏为盈 我目前的想法是困难度很高啦 就是说因为我们书店的 当然目前我也正在改善 就是我又投入了四百万 现在正在动工 希望在下个月底能够完成 就是我们在盖一个文化讲堂 OK 就是能够办活动 办活动的时候能够比较多的人 是 但是我们目前文化讲堂里面 是没有营业的功能 就是纯粹办活动 或是借人家来这边办活动 他就希望能够让比较多人来 能够在这边消费 大概有这样的想法啦 而且他这个文化讲堂 我们也投资将近四百万 他就说能够办一点活动 办读书会 是 或是比如说办 办一个讲座新书画表会 那是类似这样的活动 你们那个刚开始啊 你们现在是复合式的书店嘛 对对对 里面有一些清食啦咖啡啦对不对 对没错 这个是原来就有的吗 还是后来才加的 原来就设定有的 哦原来就做这个复合式的 但是我们的空间百分之七十是书 我们就百分之三十的空间 是饮品咖啡跟减餐 所以我们书的营业面积是最大的 大概将近百分之七十 所以营业空间其实就百分之三十啊 就是说你从事的营业空间就是就是卖清食跟咖啡饮料 这个部分的面积大概只占百分之三十 是 百分之七十的空间是书 或是图书馆 不过我们看啦 就是说那个用这个成品来讲好了 这个当然成品是书店啦 但它最赚钱的不是书嘛 对对对没错 你们现在状况也是一样吗 因为你们很有卖一些文创的商品嘛 对不对 我跟当地就是我书店附近一些店家就是跟他合作 像我们就跟了一家做木作的工厂 是 他从北欧进口木头 每个礼拜天到苗栗的盛兴车站去卖 是 那个小椅子 那小椅子做得非常漂亮 我就帮他也增加这个店的营收啦 最主要也是帮他 帮他推广他的产品 所以他的产品我们从去年开幕到现在 我们卖的非常好 可见他的产品 当然这个已经变成跟我原来设想的是 希望结合当地 帮助当地的 不管是小农 或是帮当地的工厂 当地的产业 帮他能够能够销售一点东西 我们每个月卖这个部分 也能够卖到一万五千块左右 是 将近两万块钱 一个小椅子 所以一个月都可以卖了十几张椅子 是 对对对 大概比如说我们也帮助附近的艺术家 比如说他做陶瓷 我们就把他的陶瓷拿来店里面做销售 其实那个有可能变成一个文化聚落嘛 对对对对 是有这样的构想 就是希望我们在苗栗 我们在 我们乌日 当地我们结合了三十个陶艺家 是 也做梦作的 也有做银雕的 一起结合 我们希望能够推广他们的产品 让大家更能够 不管是 比如说我们也办了影雕展 或是陶瓷展 不管是他有没有购买的意愿 但是他都能够从里面去得到一点艺术的激发 大概有这样的想法 反正这种精神真的很让人敬佩 不过我也想知道 你们这个书店开到这边 到现在为止嘛 对不对 您选了这个地方来开书店 当地的民众是怎么看待你们 你们现在跟这个社区的居民的互动怎么样 我们都互动 跟大家不瞒大家 我们互动非常的好 是 而且非常的 我跟邻居都非常的友善 加上我们附近有个迷你的小学 叫西维国小 是是刚有提到 三十三个学生 全校只有三十三个小朋友 像他们今年毕业了六个 进来只会三个 所以他们只会生加二十七个 所以这个学校的学生会变少了 跟这个学校的互动 我们就提供书店的 我们有建构的一个图书馆 希望附近的居民 或是小朋友 可以利用不管是任何时候 他可以来这边看书 来享受阅读的氛围 而且我们有赠送这个 每个小朋友一张借书证 那个借书证是原木雷射雕刻的 非常漂亮的 我们光是那张成本将近四百块钱 三百多块 用原木去雷射雕刻 我们送给全校每个学生 一张借书证 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来这边借书 来享受这个阅读的氛围 希望能够阅读 能够帮他们 起开阅读之门 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这样 哇 真是很 世界大同 我只能这样讲了 没有吧 就是都能够做一点点回馈 不过您对于现在目前的经营状况 这个在您的预期里面吗 您满意吗 现在 应该讲非常满意 因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这样的满意其实已经抛开数字了 您太太满意吗 她应该也算满意 真心的满意 因为我们毕竟都有一致的想法 就是知道她不会赚钱 但是能够有这么多客人愿意支持 其实真的是非常开心 对对对 经营到现在 有没有碰到什么事情 让您这个最感动的事情 有啊 因为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比如客人 搞不好那个客人 现在来搞不好已经20次了 就是说客人他会不断的告诉你 比如说他来的时候 他本来一个人来 他就会告诉我 他离开来的时候会告诉你 我下次会带我的老师 会带我的同学 会带我的同事 他们一起来 而且我会请他们 介绍他的朋友再来 带他的家人再来 带他的同事再来 所以我们这个店的生意 其实一直都还不错啦 只是这个不错的背后 我们还是 因为我的同事 我们服务的人也蛮多的 我们最近是一家小小的店 我们平常是有五个同事 哇 他家是甚至到七个到八个同事 他在服务 所以人 我们的人事成本非常的高 对对 但是还是非常开心啊 就是得到大家很 很大的支持 这样的支持 其实是很巨大的力量 对我们而言啊 这是巨大的力量 我们都很感动 所以您现在设定的目标 还是十年不关吗 至少这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不管这个店一年赔多少钱 我一定会开十年 对啊 现在目标还是十年不变 希望能够有下一个十年 但是这个话我不敢讲 因为我们 至少我们设定第一个阶段 就是十年不会关 所以有些人就会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从开幕日开始算 这个店一定会开十年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 简单的想法就是 这个店重始一天只有两个客人 他也会开十年 大概是这样跟大家分享 对 我看您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说您想把这个书店 打造成为全世界最美的书店之一 这是我们的愿景 因为我也 我们全球最美的书店有20家 是 我们台北有一家 就是好样本市 我也去看过了 我也带我们整个 在去年的年底12月 我带我所有的伙伴同事 我们一起去日本看 绘文社 也去看京都的绘文社 也去看东京的绿屋书店 这都是全球最美的书店之一 我们看完他们的书店之后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店 有这个机会成为全球最美的书店 所以我们虽然赔钱 但是我一直努力的搭造 这个店能够让它非常有的质感 让大家非常喜欢来 而且我们最近文化讲座 盖好之后 我们会充实我们的图书 我为什么刚刚分享说 我这个店不会赚钱 因为我没有打算增加营业空间 我增加的都是书的空间 增加书的空间 严格讲起来就是说 它不会给你带来利益 但是我欢喜 我希望 就是让它非常不一样 让大家非常喜欢来这边买书 喜欢来这边看书 喜欢来这边办活动 大概是这样 在那个罗布森咖啡书从房的官网上面 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介绍 它上面写的一家十年不关的独立书店 一个相信就有可能的梦想 希望在第一个十年来临时 还能继续卖下下一个十年 也希望他们的坚持与用心 能够获得所有的书迷的支持跟鼓励 这就是他们在官网上面的文字 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您的 罗布森咖啡书从房 真的很希望您有空的话 有机会的话也能走一趟 这个梦想的书店的十地的店面 好 我刚刚要强调是十地的店面 不要再用手指去买书了 好 体验一项用梦想力量建造而成的 这个美丽书店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书店的负责人 汪世旭 汪先生的分享 也希望书店能够越来越好 吸引更多的爱书人 看见这个梦想的力量 汪先生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谢谢